被誉为世界三大名汤之一的罗颂汤,起初发源于乌克兰,而后却在俄罗斯大为流传,成为了最具代表性的俄式传统汤品。 百年前的一场十月革命,把这碗酸甜红润的罗颂汤带到了我国上海,经过一个世纪的传承与改良,人们渐渐忘记了这碗汤原本的模样。 今天就带大家看一看正宗乌克兰罗颂汤的烹饪方法。 一大早,八叔就来到肉店挑选食材,正宗的罗颂汤必须以牛肉和牛大骨熬至汤底,眼前这扇鲜红的牛肋排被他一眼相中,直接让老板砍下了一根六斤重的战斧牛排,再带上几端牛大骨,然后心满意足地转战菜市场。 罗颂汤起初被称作红菜汤,说的便是这种红甜菜的根,它的内部橙子红色且含糖量极高,是仅次于甘蔗的汁汤原料,也是罗颂汤甜味的主要来源。 确认完甜菜根的品质,八叔又挑了几个土豆,洋葱和胡萝卜,最后再撑上几个番茄和包菜,便被齐了所有食材满载而归。 刚到家,他就开始忙碌起来,先是拿出了新买的阿富汗压力锅,然后用连续引燃稻草,以时间浓烟滚滚,此时放入几块小木片,带到浓烟散尽,木片也被成功点燃,最后利用木片产生的火势点燃木炭,提供持续不断的火力,炉子也就生好了。 接下来就要开始熬煮汤底了,八叔打开锅盖,倒入一桶清水,然后把压力锅端到火炉上开始加热,接着顺手拿起一旁的牛大骨,预备将它劈开,而这可缠坏了身后的两只小家伙,一路紧跟着来到树敦处,八叔摆好牛骨,顺势抡起斧头用力一挥,只听听的一声,牛骨瞬间裂成两段,这样便能掐好摆入锅里,肉店老板送的牛肋骨, 也一并放进去,接下来就轮到牛排了,八叔将前端的牛排肉整块切下,直接放进锅里,连着肉的骨头也一并入锅,如此豪横的投料,使得锅里的水位瞬间暴涨一倍,光有牛肉还不够,取两根清甜的胡萝卜用刀刮去外皮后摆到锅里,一整个黄洋葱包开外皮后,也放到锅里一同蹲煮,此时八叔突然跑到院子里, 从自己种的月桂树上折了一小段,将新鲜的月桂叶摘下放到汤里,提升高汤的香气,随后撒上黑胡椒和盐,去除牛肉腥味的同时,给高汤调入底味 除了月桂叶摘下,八叔又取来了一小束石螺,这是一种具有浓郁茴香味的植物,所以也被称作羊茴香,有促进消化,舒缓疲劳的功效,把它清洗干净,再用棉线捆起来,下刀切断后,直取香味浓郁的根部乳汤,用来提升高汤的风味 芳香浓郁的凹芹也同样如此,用棉线捆扎后直取根部乳汤,至此,炖煮高汤的食材已经全部入锅 八叔将压力锅扣上盖拧紧,顺手检查泄压法防止漏气,待到一切就绪便将压力锅端上火炉加热炖煮 把汤炖上之后,八叔转头就来处理蔬菜,先把四个洋葱去皮后切碎,室外通风的环境可以避免切洋葱时被熏的流泪 这时,一旁可爱的小公主怀抱着新出生的小狗仔来到屋外嬉戏,颇有妈妈照看孩子的架势,一时间完的不亦乐乎 经过一个小时的炖煮,八叔将压力锅从炉子上移开,利用余温和蒸汽继续熬煮汤底 接着往炉子里补一波木炭,在垫上一小块方形铁板,顺手把一个汤锅搁在炉子上加热 随后直接往锅里挖一大烧奶香富裕的黄油,使其受热慢慢融化 然后把切碎的洋葱倒入锅里,等待油温渐渐上升 趁着这个时间,八叔在一旁拍起了蒜,他手握一块铁板 埃格把蒜头拍烂,接着栽过一点刀,把它们切成碎末 最后摆到锅里,与洋葱一起用黄油煸炒,伴随着油温的升高 锅里瞬间飘出一股迷人的香气,煸炒洋葱一定要小火慢炒 直到将水分彻底煸干,这样不仅能够去除它辛辣刺激的味道 还可以把它隐藏的甜味完全逼出 再往锅里撒一把盐,加快吸出洋葱里的水分 土豆也需要处理,先将它们挨个儿削去表皮 直接进到清水里隔绝空气,防止表面氧化发黑 土豆中的淀粉融入汤底,有类似勾芡的作用 能使汤底变得更加浓稠 把切成条的土豆一并倒入锅里进行煸炒 此时的洋葱已从白色变为淡褐色,同时散发出一股焦糖的甜香 这便是西餐中经常会用到的焦糖洋葱 胡萝卜也必不可少 与先前整根放入汤里炖煮的方式不同 这次八叔将它们先削去外皮 然后用工具一根根擦成细丝 再放入锅里边炒出胡萝卜特有的清甜 番茄是罗宋汤酸味的主要来源 这种酸味不仅来自于新鲜番茄 还来自于把番茄直接浓缩制成的番茄糕 比起添加过调味剂的番茄酱和番茄沙丝 番茄糕拥有更加自然的酸味与色泽 而且经过热油煸炒后它的风味会变得更加浓郁 最适合给罗宋汤调味与着色 这也是大部分家庭和饭店容易忽视的关键 此时八叔将一旁的压力锅打开 把汤里的蔬菜牛排和牛骨一字取出来分开摆放 蔬菜们把自身的味道都融入了汤底 硕大的牛排经过高压焖煮也变得弹嫩柔软 而牛骨则赋予了汤底十足的浓醇鲜香 捞完高汤底的食材 八叔掀开一旁的锅盖 一股沁入心脾的香气迎面扑来 随后它架上滤网 把汤底精油滤网倒入锅内 刹那间两锅精华合二为一 融合后的浓汤金黄透红 表面还漂浮着一层牛油 此时往锅里撒入两把盐和胡椒粉 搅拌均匀后 一锅几品罗宋汤渐渐开始成型 早就被香迷惑了的八叔 此时终于忍不住尝了一口 而他也成功地用表情告诉我们汤有多鲜美 牛骨里的骨髓是绝对不能放过的美味 八叔作为一名懂吃的老陶客 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他将牛骨夹起 用铁板不断进行敲击 充满奶香的骨髓 顺着纯白的高汤陆续滑落 中空的牛骨此时仿佛成了一件乐器 在铁板的敲击下不断发出清脆而又空鸣的声响 眼馋了好久的牛排肉也开始进行处理 八叔将其切成一口大小的牛肉块 刀刃切断肉筋的瞬间 肉块好似皮筋崩开一般迅速回弹 这要是放到嘴里被牙齿一口嚼断 无疑是相当弹牙的口感 至于吃起来到底有多香 看看刀面上沾染的厚厚一层油脂 就已经不难想象 这样一整盘牛排肉倒入汤里 想不好吃都难 接下来要处理的是包菜 八叔先将一旁的烤炉用树枝点燃 随后把包菜从中间切开 再从内部慢慢切片 层底的结构令窃下的包菜自行散开成丝 把它们全部放进汤里 几乎要满出锅来 而八叔淡定的用勺子轻轻按压 丝毫没有扑锅的担忧 最后上场的是这道汤的灵魂 甜彩根 它便是正宗罗宋汤里才有的 那一抹如葡萄酒般深邃的紫红色 八叔先用清水将它们洗干净 然后挨个儿串到铁签上 甜腻的红色汁叶 挂满了整根铁签 接着拿来粗盐 均匀涂抹甜菜的表面 人类里的水分加速吸出 最后摆到烤架上 把水分烤干 这样就能进一步提高内部的甜度 等待的过程中 它又跑去摘了几片新鲜的月桂叶 放在汤里 之后便去召看小公主 面对新生命的到来 八叔也展现出了铁汉柔情的一面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内心的喜悦 此时甜菜已经被烤的外表焦脆 用刀背将它们一个个推理铁签 然后把沾满粗盐的表皮一一刮落 露出红饱石般的内里 再用工具把它擦成起丝 全部放入汤里 一抹高贵的紫红色 携带着甜蜜的口感慢慢熨开 为一整锅汤画上了点睛之笔 此时天色坚暗 历时一整天制作的乌克兰罗送汤 宣告完成 八叔小心翼地把汤端上桌 小公主在一旁缠得激动不已 吃的时候 往碗里放两勺自制的酸奶油 提升酸味的同时 还能增添奶香顺滑的口感 再撒上一把欧芹叶 搭配富含麦香气的全麦面包 一口浓汤一口面包 这种西式餐点最经典的吃法 仿佛是为了这碗罗送汤量身定制 蒜玉田在舌尖轮番上演 肉的浓香弥漫在唇齿间 这便是罗送汤原本的模样 点赞加关注漫步风味路